影响用路人还有人是在大街上放烟火 迎接新年在台北市区竟然就有驾驶当街跑下车 当时手上拿着鞭炮当街就点燃 在现场火光声响吓唤民众 另外在新北市也出现汽车跟机车 一边行驶一边放烟火的危险驾驶行为 警方现在都要野车追人依法送办 两部机车高速呼啸而过 其实不止大胆Kill Go Lens 甚至边骑边放边炮 危险骑车通通被一旁民众给拍下 相约北海岸石门飙车禁速违规更是样样来 还嚣张把过程全都拍下po网 虽然警方没有接获报案但执法不手软 现在要以车追人依法送办 跨年元旦危险狂欢 轿车驾驶也夸张这样开 两辆车跑到新北市三重书红道 车内乘客却不时把手和身体伸出窗外 点燃爆竹烟火 一路上更是互相涉及玩乐 完全不顾他人安全 以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 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条例43条 危险驾车 处于最高新台币36000元罚还 迎接2024民众玩翻了 台北市跨年夜也出现这一幕 驾驶趁着等红灯控档 竟然拿着类似冲天炮的烟火汁 还当街放了起来 瞬间活光适色 撒坏路过民众 远警发现立刻上前劝 后续将通知两名驾驶到案要依设为罚送办 记得胖欲杨文豪的台北报道 校团